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 民國一百年三月份 他有四個星期日 那已知這四個星期日的日期數 他的核是66 那麼他問 民國一百年四月一日是星期幾 我們曉得每一星期的話是差七天 那我假設 三月的第一個禮拜的星期日 他日期是X 那第二個禮拜當然就是X加7 第三個禮拜就是X加上14 第四個禮拜日期是X加上21 這給他加7 因為經過一個禮拜的話要七天 那這個給他加起來的話 他說是等於66 那這樣我X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裡有1 2 3 4 四個X 等於多少66 減掉這個加這個也是21 所以兩個21是42 所以這是24 所以X是等於464 也就是說3月份第一個禮拜是6日 那最後一個禮拜是幾日 是27 6加21是27 最後一個禮拜 那麼他說4月1日 4月1日的話 星期幾 我們知道3月他有多少 他有那個31天 1月大2一下3月大 3月大3月有31天 所以4月1日是等於3月32日 等於3月32日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是經過幾天 就32減掉27 這是星期日嘛 這是星期日嘛 經過幾天 再過那個5天嘛 再過5天當然就是星期五 這是3月32日 實際上就是4月1日 4月1日 3月32日 所以答案是星期五 所以這個應該選A 好 星期五 星期五 ��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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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二